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要把设法所停招 在会议上面我们的代表 也提出了各式各样的质疑 但是最后世间大学 还是在校会议上面 也多数暴力通过了这个决议 我们认为说这个决议是不合法的 反对设法所停招 反对设法所停招 我想我们师生的表现 并没有让台湾社会学术件感到失望 我们全力投入社会服务 社会运动组织 政策倡议抗争及吹哨者等领域的工作 范围所及包括劳工 移民 原住民 农业 教育 环保 性别等等层面 但自从新校长上任 及董事会改组后 许多不合理的政策不断出楼 自然使得学生要对校内吹哨了 但此举却得罪了学校当局 终于使得他们决定 用不服正当的程序要将设法所停招 裁定 因为学校在召开相关校务会议前 未曾与设法所师生有过任何沟通 我们事实上是在12月下旬 学校召开校务会议前才知道这件事 这样的过法 这样的做法过去是完全未曾发生的 在此之前 设法所曾经有在职专班 跟英语学程遭到停招语猜测 但当时学校都是事先 与我们有过沟通才提报校务会议 所以我们认为这次学校决定用这种不符合程序的方式停招设法所 主要当然是与近年来 设法所学生针对许多高教议题表达不满抗争有关 我们相信学校不是因为少子化 招生不利 办学不利 这些因素要停招 纯粹是报复打压 事实上我们只有这两年招生率是50% 但过去很多年 招生率都是学校的前段班 正月表现好 所以学校在104学年度 强迫将我们的招生命额从9名提高到12名 所谓招生不利这样的理由 显然无法让人幸福 前天吴校长招待媒体记者参序的方式 释放出我们招生不利的说法 其中很多资料根本是假的 媒体却大量语述 例如前天校长在参序的时候 提供给媒体的缩帖中指出 101年到105年毕业率只有15.38% 最近四年看 引用他的原文 最近四年看学生毕业状况 无任何人毕业 如以善尽社会责任观点看 社发所教师亦未能善尽此责任 我们不知道学校的15.38%的毕业率是如何计算出来的 但我们要指出过去四年 社发所共毕业31位学生 绝对不是学校所称的四年无人毕业 学校对我们另外一项指控是我们毕业 学生毕业的年限太长 平均年限是4.7年 我们不知道这项数据是否正确 即使正确我们还是要问所有欢欣高等教育的人士 教育的重点究竟是要强调毕业年限多长 还是要问学生究竟学习到什么东西才是教育的目标 社发所教育的理念是有学有术实践基层 回归理论再造社会 所以我们的学生要去MGO蹲点 自然修业年限会拉长 不同的学科修业的年限当然会不一样 我要告诉我们的校长说 你去以这个几年毕业来论断教育的价值和成果的时候 是在修辱世新大学本身 我们可以选一个文凭罐头 这个生产工具比较鲜明的 它就是保证你几年毕业的 很简单的文凭也可以很简单的 论文也可以写的很简单的 为什么我们没有选择那样的一条道路 为什么挑这一条不好走的路 这也不是一条好走的路 到社发所来绝对不是一条好走的取得文凭的路 那当我参与政治运动的时候 我觉得我有一个害怕 我害怕的是我到底能不能正确的认知到 在政治里面我所看到的问题 是因为我怕我在政治场域里面 我走错路了 我认知错误了 我选择错误了 那所以我们需要到社发所来 其实是更因为这里可以给我们一个好的思考上的一个引导 还有更重要的是理论上的一个支持我们的这个认知 世新校方出狠招 他预先调高了社发所的招生名额 再回头说你不够招生名额不够 可是即使他说了这句话 招生的额度仍然没有超过三年以上 只是前第二年 好第一个是没有按照所误愿误效务 第二个是他隐具的这个招生率本身就有错误 更何况更不要讲刚刚黄德北所长有说的 就是他在记者说明的时候都引用了错误的数据 是效务会议提出这个完全违背程序 第二个效务会议提出这个没有任何的调整申请书 什么叫调整申请书 就是假设你真的到了停招的时候 你总要告诉我们学生要去哪里 你总要告诉我们老师要去哪里 不管是受教权或者是这个教育劳动权都应该要明定啊 更何况更何况社发所已经是22年了 累积了丰沛的社会资源 这些社会资源也是世新大学的荣耀啊 他非常多的 现在的台北市政府有两位都是来自于社发所 一个是赖小林一个是陈雪慧新任的社会处长 那更何况我们在其他的NGO团体 不管是动保的性别的新住民的 有非常多来自社发所 学校现在在媒体上说 曾经在就是说要让社发所 跟世新学校的社新所去谈合并问题 但问题是我作为一个社发所的学生 我在校期间我从来没有被告知过这件事情 我也从来没有听过这件事情 而且我更没有参与过任何有关我们的所 要跟其他系所合并的讨论 学校竟然说他之前鼓励过 然后之前有跟提过 这不是公然说谎这是什么 我们非常的纳闷 再来 学校说在校务会议上 有过充分的讨论 但根据我们所知 学校在开校务会议之前 曾经跑去找校务会议的学生代表 事先游说 要进行 我们认为这是一种摸头的动作 因为如果今天 校务会议上的学生代表 他不够勇敢的话 这难道不就变成一种施压的行为吗 我们认为 教育部同样也应该有一套 严格的标准 来评量大学停招 以猜测器械 否则未来台湾许多市立大学 都会滥用他们的行政权力 谁意识自己的好物与利益 来裁测细索 台湾的高等教育 将会陷入空前严重的危机 希望教育部未来在审核四星大学 提报的停招案子 应该也要有机会 让我们设法所的师生 能够有机会出面说明 如果说当学校把这些案子 正式送上来的时候 我们一定会应该来 审核相关的一个规定 那我们审核的重点大概有两个 第一个就是说 根据教育部的规定 还有学校自己 这个增设调整这个 提交自己感恩系所的这件事情 有相关的规定 它是不是符合 然后包括刚才林伟源在提到的 针对第四条 他们的第四条跟第五条等等 它适用的意义怎么样 一定会请他来移庆 是不是需要在处理相关的事情上面 它特别是在 真的师生设法所的 停招的这件事情上面 在过去的处理上 是不是有自信 而不是无针对性 那我们想这一点 我们一定会请他来移庆 那第二个其实我们 因为这一件毕竟系所的停招 虽然说系所的增设调整 是属于学校的权责 但是系所的增设调整 毕竟特别是停招 针对学校的是相关系所的 师生的权益的影响非常重大 所以教育部向来都是要求 一定在程序上面 一定要先做好师生的沟通 这是一定要做到 然后再来进行相关的程序 所以到时候我们也会 除了刚才讲的 从相关的规定面 也会从程序面严格来 看看这件事情 他本身的进行是不是 司法妥事 以上跟大家做报告 谢谢